影片開始之前 趕快幫我按訂閱喔 字幕提供 因為呢 我搬來這邊以後啊 我就把我的小車給賣掉了 大家知道我上一台是mini cooper這樣 因為我們有小孩嘛 所以就是之前是開阿Q 爸爸的休旅車 對 我跟我爸借休旅車我們開了三年 現在呢 因為又生了一個小孩 現在有三寶 加上我們家原本就有三個大人 所以現在至少要載六個人才載得下 那我們就想說 是不是應該換一台更大的休旅車啊 然後加上就是我講究環保 提倡環保 所以我就想說我要換一台電動車 沒錯 所以阿Q就研究了一下子 他就決定要買這台Model X 特拉Model X 我覺得開這個車真的是非常的舒服 因為第一次開電動車就發現 這台車的一些開車邏輯跟一般的車不一樣 就第一個 方向盤 我換成了這個Yoke方向盤 就是它就是所有的排檔桿呢都不見了 所以所有都變成按鍵在這邊 所以在打左右方向燈的時候啊 一開始會滿不習慣的就是 你就沒有辦法那麼直覺的直接去撥這個撥桿 但如果習慣之後就其實就是按下去就好 然後還有一個它就是 平常我之前開車沒有的模式 可是現在新車大部分都會有 就第一個就是跟車 第二個就是可能就是有Level 2的自動駕駛 就是它可以鎖定一個車道 然後你就可以讓它自己開車 好 現在上高速公路了 我覺得我踩一下 讓它感覺這台車的加速好了 先上一下 剛剛踩一下我覺得我頭已經暈了 等一下我就要開車爽爽的在三向 多物園貓欄站爽爽的等李密 我來車上看電視 A few moments later 貓空站到了 好 我停一下 先讓李密還有寶寶們下車 好啦 我們現在已經到了貓欄站了 等一下呢 等一下貓很大 等一下呢李密就要 體驗一打二帶這兩個小朋友去搭貓欄 那我要幹嘛呢 我要把車子開到山下去 等李密他們貓欄搭下來 耶 我要在車上體驗一下 什麼叫做 在車享受劇院般的感覺 那你只要拍一下你在幹嘛 好 我等一下一定會告訴你 我在車上幹的一些事情 肯定很爽 好 看搭貓欄跟搭特斯拉哪一個 搭特斯拉你比較舒服 這個不用比就知道 這個不用比就知道 我剛剛好亂喔 買好早餐了 買他名字跟小蕉 因為這邊沒有什麼 只有便利商店 那我們就進去吧 來 來 好了 都開了 終於可以 可以 可以下來玩了 好 都開了 了 好 都開了 好 快點 來 來 來 我找了 我去 邰座座 第一次一起搭貓欄 他們之前有分別來搭過 可是還很小 他們都還不記得了 現在兩個看風景看得呆呆的 看得懂嗎 哇,你香蕉吃的滿嘴都是 泡泡喔,泡泡喔 媽媽陪你看風景 你看,你看 樹 樹 樹,真的樹 我基本上是搭大概半個小時左右 那還蠻久的 因為我們是搭從貓空到動物園 就是最遠的距離 大家一站到指南宮之類的就比較快 好像是下一站指南宮吧 我們從上面坐下來是對的 這邊也太多人了吧 大家都要去動物園 中文字幕 哇,你們到了 在看Netflix 我還買個漢堡,我還買個早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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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買好沒多久而已 我一個漢堡都還沒吃完 你們就到了 就直接踩油門出發 等一下其實我們只要單腳踩就可以了 對,右邊的右邊的 對,連油門在哪都不知道 確定不會出事喔? 欸,你確定一下 你看一下 好,你就慢慢放它就會停 然後你踩下去它就會走 那這個加速停快的 不太行 對,好,我們靠內側 因為等一下我們要回轉 你們都比我還緊張 肯定比你還緊張的啊 真的很不堪 哪有這麼恐怖 好害怕 那個變換車道都不打燈的 嚇死人了 我看到那個煤車耶 跟煤車有沒有車沒有關係 很害怕 而且我不太習慣用按的啊 又會想一下 我要看一下在哪裡 真的一開始確實要看 怕我還要看就會沒看路 這樣子 當初就是買這台車是上網訂購的 因為我們去年就是懷孕的時候就想要換車嘛 所以其實是 從去年 2022年 年底就已經去上網訂了 然後就是要先付訂金 可是呢 因為它這台車要等挺久的 所以一直等到 今年幾月 7月 等了7、8個月 6月底 6月底才通知說就是有到貨這樣 對,所以等了6個多月 就是要排隊排很久 那總共花了300多萬這樣子 嗯 你是有加購什麼東西 有啊,我加錢的是白內裝 白內裝要加錢喔? 當然啊 你沒跟我講 你跟我說要白色 白色漂亮啊 幹嘛跟你講 白色要多少錢 白色好像 我也不確定,忘記了 我就忘記了,我們當作不知道啊 好用 對啊,白內裝比較漂亮啊 很容易髒啊 不會啊 你自己看 你的粉底 白色也髒 黑色也髒 都會髒 就是如果 是黑黑的髒的話 就白色會很明顯啊 不會,都很明顯 我們白色也好清啦 白色也好清 原來要加錢 不講 還有什麼要加錢 還有藍色的車殼 藍色也要加錢 對,只有白色是不用加錢的 那為什麼不用紫色 因為沒有紫色 好可惡,為什麼不要紫色 對,它顏色就是 藍色 黑色 紅色 白色 好像就四種而已 那如果我還要貼膜的話 你就白色就好了 對啊 誰知道啊 我想說我已經開始藍色 就問你說藍色行不行 你說藍色好啊 那我就還想要貼紫色啊 喔,不要貼紫色啦 為什麼不要紫色 我們貼個可以保護車子的 那個 膜好不好 貼紫色不太能保護 紫色漂亮嗎 漂亮 可是都我們在開 我要那麼漂亮幹嘛 不要啦 這個我們在討論 我們在討論 李彬,我問一下你 那你自己這樣開起來 你以前開Mini Cooper 對啊 那你現在這台車這麼大台 你有什麼感受 我就是挺不習慣的 因為我之前開的車很小 所以現在變大車 我剛剛就會一直往右邊靠 對,因為就不習慣 就是這麼大台的那個 間距要抓多少 然後小巷子 我就會很害怕 因為 Mini Cooper 隨便開都可以 可是這麼大台 就是你要很注意 就是左邊右邊有沒有撞到 左邊會比較好抓啦 因為我在左邊 可是右邊我就比較難抓 很難距離 可是因為這個車 它都是感應的功能還挺好的 所以其實看螢幕就知道 就是旁邊大概距離有多少 對,所以這也是一個好處 就是我這樣開它 比較不會撞到 因為真的像我開我媽的休旅車那種 我都會常常插到旁邊的東西這樣子 對,所以它這個感應功能就不會了 那就恭喜千辛車囉 YAY 謝謝大家今天的收看 如果喜歡我的影片的話 麻煩大家幫我按讚、訂閱、分享 開啟小鈴鐺 那也可以關注我個人的FB粉絲團 或是IG喔 大家掰掰 謝謝 謝謝 感谢观看